絲綢之路 北疆18天 2024 6月8號到25號 第六天 6月14號 嘉獄關 今天主要的行程是參觀張業大佛寺 然後就前往嘉獄關 去參觀 懸壁長城 在 張業賓館 用完了早點以後 我們就出發 往大佛寺而去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大約9點半左右 我們就來到了大佛寺的商店街 章叶大佛寺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寺庙 它创建于西元1098年 大佛寺有沃佛殿、释迦摩尼涅槃像 还有大波罗·波罗蜜多经的粗科金本 还有大明山藏圣祈教 字幕 李宗盛 他创建美学习比赛 最后一年 原本第一的百年 他创建美学习比赛 他创建美学习比赛 亞洲室內的臥佛,是亞洲室內最大木胎尼碩臥佛 問者永問,問百事永問難明 睡佛常睡,睡千年常睡不醒 由斑駁中感受到這座千年古事的不朽 performed by 白尾佛 離世室內音樂 也合佛文 法定詞 荊蘆 為的 旨迪佛 口氣 在隱形層內 自然 禁言 天形見君子 是以自強不息 參觀完張業大佛寺之後 我們由高速公路往嘉獄關而去 逛高速公路的服務區 是一大享受 我們來到了樹州服務區 少不了買些東西 我們買了人生果和番茄 樹州 這麼多這個 這個 這個車子啊 因為這個主要的高速公路 是棉花 那時候的棉花價格還非常的貴 我清晰的記得 我小學的時候 上小學 我十一二歲 應該是零 零五 零六年零七年零八年 差不多就這段時間 我們的學校都要求 就是皇后的份號 這莫都 彎弓搭建 瞄準了自己的王后 燕之 對 那 那 免掉了自己最忠誠的夥伴戰馬 居然還殺掉了自己的妻子 他非常開意打猎 也許呢 這個頭難禪於瞄準的是一個 鹿一樣 馬一樣的一個獵物吧 而莫毒卻搭上了自己 在小書的科普身中 抵達了家喻觀世 很難想像 家喻觀是如此的 綠化 現代化 中餐 中餐 在老賀家 陝北敏捷麵 它的特色是 它有多種麵款 例如豌豆麵 黑米麵 蕎麥麵 紅薯麵 而且 它的拌醬 還有 菜類 有非常多的種類 絲殼 不寶寶 絲殼 在墨 裡面請 好 請見 來 請見 整座其他方 對喔 下面倒 嗯 上 OK 全座其他方 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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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